美国经济成长前景派势明朗 推升三大股市在2018年一开张 就展现出威猛强劲的气势 先是标普500指数 NASDAQ指数在1月2日双双刷新记录 接着又有道琼工业指数 在两天后一局管破 2万5千点的关卡 创下历史新高 它们是一种 momentum melt-up but I want to make you feel better cold outside, but these markets are hot things continue to go up now today could be the day and I'm not talking about 25k as a market watcher, I'm focused on the VIX the fear factor, the volatility index the VIX has not taken out its lows from July and we've been talking about how the fact the market continues to make new highs but the VIX is not making new lows and so that means more upside in stock so we've still got some more work to do but I'm looking for volatility get down to 8, which is about 10% lower meaning I see more and more upside in stocks 美股在2017年底提前反映了税改效应 促成2018年开春公事林立 带动雅股、欧股都跟着一片惺惺向荣 总计倒指在2017年全年涨幅为25% 标普500指数为19% NASDAQ指数表现最为惊人 达28% 投资人播种后收成口袋饱满 堪称10年来最好的年份 也让美国重新成为全球经济复苏的重要引擎 英国金融时报预测全球展望认为 在经济上 2018将延续2017的荣景 成为金融海啸后成长速度最快的一年 不过其中并非完全毫无地雷 我的大执行为2018年是 它会是年轻的最快的发展 最快的发展 从前前的危机 它会超过2017年 已经很好的 momentum正在发展 全世界的经济 和人们开始摆取更多的危机 在同时, 有象律的运动会开始出现 轻松,可能在过程中的一年 会发生的运动会开始出现 central banks会开始变得更严重 金融政策会变得更加确定 可能更快就像我们现在想起来 这会开始出现非常高的市场 在某程中的一年 金融时报认为 不论是美国、欧洲或是亚洲 最理想的情况莫过于投资增加 生产力提升 市场信心回稳 民粹浪潮消退 政策回归理性稳定 全球顺利迈入历史上最长的 持续扩张周期 然而若不信往外的方向发展 则会出现景气过热 导致通膨迅速升温 市场因为央行采取利率和货币紧缩政策而受挫 红波新闻更指出 其中万一美国联准会加速升息脚步 美股下半年恐怕颠簸可期 暂时更会雪上加霜 而在个别产业方面 过去一年独领风骚的高科技公司 今年渴望持续领涨 不过在跨国税负和营运模式等各层面的法庭规范上 将会面临更多的压力和挑战 BIGTECC and their monopoly power was one of the biggest stories of 2017 and my bet is it's going to continue to be one of the biggest of 2018 Facebook, Amazon, Google and so on have been very successful at battling away regulation that might change in the coming year they're coming under more and more pressure to be regulated like other kinds of firms so far tech firms have been able to consider themselves the town hall they don't have to be responsible for what happens on their platforms but there's growing pressure after scandals like the YouTube scandal around child pornography battles between Uber and Google over IP theft all of this is making regulators question whether there shouldn't be more of an aggressive stance against the big tech firms 在政治舞台上 金融時報認為來年仍然是全球兩大強權進合的角力賽 由於經貿交流是美國和中國大陸雙邊關係中最重要的成分 美中貿易大戰將成為衝擊全球經濟生產活動的最大政治性變數 我認為我們可能會看到的開始 金融時報分析在美國總統川普兌現競選承諾的壓力下 如果北京當局有所回應並且出手反擊 那麼美中之間將出現一牙還牙 一眼還眼的貿易暴富 這不僅會衝擊既有的全球貿易體系 也會讓擔任爭端仲裁角色的世界貿易組織 因為夾在兩大經濟強權之間而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 美中龍虎鬥爭奪經濟和科技領域的主導權 也會連帶影響例如北韓 南海 美式同盟等 諸多戰略性的議題走向 倘若雙方都不讓步 硬碰硬的惡果就是央擊全球穩定 除了美中摩擦 金融時報還認為 另個爆點就是全球能源重鎮中東 該區在2018年的代表詞無他 只有混亂 我的大預計是2018年更多的 在西方中的派遇 兩位侵略要看 第一是勢力的中亦和沙埃 而且最近因為美國的決定 在沙埃中,現在要看 這個侵略-Israeli侵略 這幾個年代表的暴力 在沙埃中,最終的情況下 但我沒有期望 除了金融时报 彭博新闻同样提出了 地缘政治危机爆发 恐干扰市场的警告 并且引述欧亚集团的分析指出 川普主张美国优先的外交政策 将导致全球不稳定性持续升高 放眼望去 中国大陆是所有强权当中 唯一拥有完整全球经贸战略的国家 随着川普的转移重心 一旦美国影响力失为 被金融局渴望顺领成章 填补由美国遗留的权力真空 倘若如此 届时全球震惊局势 恐将无可避免出现 不同于以往的样貌